现在资金不断的涌入房市 以今年第一季呢 整个台湾的预售屋的总销金额 就高达了5000亿 这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那么房贷组呢 面临高房价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平均每个人身上 背的这个贷款呢 就有千千万元 同时改写历史的记录 而且在台湾呢 现在有很多的老屋呢 等着要翻新以及都更 以新北市来说 屋林超过30年的这些老屋呢 就已经超过有80万户 如果说整个要都更的话呢 时间恐怕会长达1133年 所以如果说手头上 现在有250万的现金 到底是要先买房 还是先存股做投资呢 另外台股在520呢 似乎是有利多出进的味道 在今天呢盘中上下震荡 175点 那么感觉上呢 这个台股面临技术性的 回档修正之后 接下来到底还会不会 有反弹的一个空间呢 另外以及现在这个水果呢 也打起了奢华风 一颗凤梨竟然要价 高达四百美元 号称是这个凤梨界的爱马仕 不止如此呢 现在没有logo的一些精品包包 价格也都越来越贵 到底什么是低调奢华风呢 我们再稍后都会带你了解 今天先请教廷浩 在台湾买房 这个压力到底有多大 我们知道这个上班族 平均每个月的经常现薪资 才四万五千多块钱 没有想到背的房贷 竟然就高达了九百七十万 没错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有贷款 一年期现在又多出了85万 所以你要想想看 每年大概就七八十万的速度 在往上走 可能明年你去申请房贷 又多了七八十万 所以市场上才会出现在2024年 一波的洗手心态 也就是所有人都吃定了 这个涨势看起来还没有停歇 我手上有房子 我干嘛卖呢 如果不缺钱 不过市场上更聚焦的 是在520行情的前后 会不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事实上我们根据过往的经验来显示 520新政府通常我们衡量房地产市场 会以买卖移转动数在Q2的表现 也就是在520之前 以及520之后的一个月 4月份到6月份 这段时间到底整个政局 是否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向好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看前三次的520 其实房地产市场表现都在亮所 不太好 你像2020年 当时房地产市场的买卖移转动数 是缩减了10% 2016年缩减了7.6% 2012年缩减了1.9% 可是你仔细看 难道是因为520行情 所以才导致交易量的收缩吗 其实也并不是 20年当时的收缩 是因为遇到新冠疫情 根本没办法看房 2016年是刚好 当时采取信用管制 我们看到央行相关的监管措施 使得房市进入到长年的下星期 2012年 当时是欧债危机没有多久 市场还有一点亮缩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2024年跟前三次的 520行情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基本上你还不用看6月份表现 你光看4月份 5月份 你就知道年增率 至少是一成四起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二三年方式太差了 所以导致有激期效果 第二件事情 今年是大通膨年 市场上有一股新一轮的 制裁买盘正在有所出现 买房抗通膨 对 包括吸收心态 刚才提到又出现 就导致了房地产市场 就目前二季度来看 整体交易量表现是不错的 如果我们把6都加上新竹 这两次的520的新案价格 价量变化来做一些观察 来做表述 20年当时的520 到24年的520 你会发现有趣的迹象 首先是推案个数 对北台湾有非常显著的增长 再来是成交均价的部分 过去四年 你看台北市 涨幅是3成5 新北市涨幅是4成7 新竹县市 涨幅已经高达接近8成 台中涨幅是6成 基本上平均涨不过去5年 是50%起跳的 所以最近银行界才有一个笑话 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在申贷 然后有一个青年人 就到银行去申贷 然后柜员就把申贷资料 因为他申起的是青年创业贷款 这个营业员 他就把这个资料给经理看 他用创业贷款的借到的钱 去买房子 对 那个经理就说 这个创业贷款给他过给他过 那员工就说不对吧 这是创业贷款 我没办法仔细看看 他说我一看就知道 那是拿去买房的 安 他说可是这样子 把青年创业贷款 拿去做房地产投资适合吗 他说如果他真的去做创业 我才不带给他呢 对不对 那不一定赚钱 但是房地产几乎一定赚 一定赚钱 当然这只是一个段子 可是你至少可以了解 市场上有非常多这样的行为 正在有所发酵 我们可以具体来留意 预售屋市场 由于现在有预售屋限制转约 加上房地合一2.0的问题 现在买的照来讲 不太可能是为了要赚取 应该不是投即可 对 也就是说他大概持有 加上这个工程期 可能大概都是持有 八年到十年起跳的 所以这些钱 我们讲的是real money 是真正长期的自产客 有一大群人他急着要自产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通膨时代太严重了 所以我就与其 我知道我可能要持有非常久 我可能没有短期的价差空间 可是我还是要继续买 所以如果我们以预售屋的 总销金额就非常有趣了 你可以观察到有趣的迹象 像新北市的部分 它的预售屋增加件数 也不过增加75% 可是它的总销金额 却来到108% 桃源是一样 它的预售屋的交易件数 增长其实是9% 可是我的总销金额 来到94% 说明什么事情 以前是可能每多 卖一个案子多赚1000万 没有 现在是每多一个案子 可能多赚1500万 2000万 所以建商赚的钱 总销金额 是以非常惊人的速度上行的 预售件数不过增加了一倍 但是总销金额 却增加了124% 就代表着有更多的钱 建商现在有显著台价空间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古物太热了 热到现在丢出来的物件 要嘛很烂 要嘛价格太高 搞得人家被迫要去买预售屋 现在由于中古物 出现洗售状态 所以导致所有的价格 由建商说了算 这就变成我们看到预售价格 快速飞涨的一个区间 包括我们看到的平均总价 台北市明明就已经是高总价了 但是居然还多涨了一成一 新北市平均总价 现在是2078万 所以你看到 连新北市都很少年轻人在买了 都大量的往桃园 台南 高雄来做移动 桃园市的总价是1410万 涨幅是8.1% 新竹县市由于最近量比较少 这在1959万左右 年增率并不高 其他像是台中 台南 高雄 都有非常显著的增长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台南 高雄都到1200万以上了 对 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状态是 交易件数创高 总销金额创高 平均总价创高 现在就差量能 总量能有没有创高了 但是至少从预售屋 现在的热烈情况来看 我们撇开中古屋 撇开辛勤安 至少有一群人 今年是真的急着想要置产 那买了预售屋 大概一开始大家会觉得 可能三五年之后才会交屋 才会开始贷款 一开始压力没那么大 但之后你买了 还是得要缴贷款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买房是不是压力真的很大 因为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33%有房的上班族 他们房贷竟然占他们收入的 百分之七十二 七十二%真的很高 你赚一百块钱 七十二块都要拿来缴房贷 对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银行也不可能贷给你 为什么 那会发现你房贷占收入 比例实在太高 你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开销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银行 深贷那一层 他就会过滤掉 说明什么事情 我们举例来说 现在台湾来看 如果是以六都买房 如果我们以新清安的房贷 换算月薪 以平均金价来看 台北市大楼的建估值平均 我们讲的是 从这个乌林新到乌林老 平均建估值是2900万 核带八成是2324万 那你的建议月薪 至少每个月要21万 新北市的部分 平均总价是1600万 你要带八成 也就是每个月月薪要11万 台中 桃园是8万 高雄 台南是6万到7万 所以你说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基本上如果我们单纯从 我们讲的房贷负担率来看 占比大概全台湾 至少是四成起跳了 整体台湾的房贷负担率 是由部分的高资产客群 硬是给它拉上去的 一般人如果你的房贷负担率 到四成到五成 银行可能不一定会让你贷 这是第一件事情 一般我们也建议 如果说不要影响到生活品质的话 也负担得起的话 最好是控制在 这个收入的三分之一 没错 要不然如果我们单纯 用房贷占十值 我们看到薪资比例 在2023年左右 基本上全台湾都是七成到八成 这说明什么事情 不能用平均薪资去看 因为不是人人都买房 你要看的是买房的那些人 加上高净值客群 他所形成的影响 但是至少不得否认的一件事情是 薪资相对于房价 的确涨幅是越来越卑微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是以台湾的 明目经常性薪资 我们以2000年作为分水岭 往后推 2000年到现在过了20年 台湾的总薪资 其实也是有涨 而且涨幅也不小 涨幅大概有四成 过去20年前赚100万的 现在平均薪资 大概是140万了 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国财房价指数 预售物的部分 现在涨幅是多少 180% 它是我们看到薪资涨幅的 接近4倍以上 这就导致了 基本上现在劳动力增量 相对于资本增量而言 也是越来越廉价 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 我个人的想法是 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 预售物市场 乐有它的条件存在 如果你本身是为了 资产需求 那你当然有买的条件 因为你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就是 不要持有现金就好了 买股野心 买ETF买房都可以 但就不要持有现金 这是从资产客的角度 来做理解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如果我们就是 清安 或者说我们就青年 我们想要买房 现在这个实体点 适不适合 我个人认为且看且走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根据我自己的观察 现在在台湾整体 银行不动产贷款总额 占比已经高达 接近三成以上了 过去我们的了解是 通常来到三成 就是一个分水里 什么意思 如果大家 现在有第三间房 第四间房去生贷 你会发现一个状况 贷不到 就算你是特约客户 也不一定贷得到 原因很简单 大部分的银行水位 都太满了 他已经放太多贷出去了 通常买第二间房的时候 他贷款成数 就已经会降低很多 到第三间 现在是贷不到 从本来预估 第一户是八成 第二户是七成 那通常第三户 是来到四成 特定地区 但现在问题就在于 各大银行 你发现第三户 很多是贷不到的 原因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银行要封控 他不能贷这么多款项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比例 其实已经超过30%很多了 没错 你可以观察到 像易银 游关股行库 你可以观察到 在房屋贷款的部分 它是少数在各大贷款当中 还在快速冲高的 房屋贷款的快速冲高 它就会导致 银行本身 它为了进行封控 会使得市场的购买意愿 开始有所滑落 所以最终变成怎么样 很多现在资产阶级 它买房真的是全款买 就第三户 第四户 它是全款买 买完之后再去征贷 一样跟银行借钱出来 前提是我先把房子给买下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它就会导致房地产市场 的确未来几个月 还有可能蓄勒 但是很难像去年年底到 今年年初那样 疯狂式的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的贷款风险程度 已经来到极迟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做 高度投机杠杆的人 你想要借由第三户 第四户 再开杠杆 再借钱的话 难度会比较高了 所以基本上它就可以 适度的限缩房市的买气 加上中古屋现在 很多年轻人 根本找不到好物件 因为大家都在吸收 大不了等五年过后 大家房地合一 房地产丢出来了 现在价格可能跟五年之后 也差不了多少 都很贵 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 我认为也是适当的 所以现在即便是租房 我认为也没有太大的坏处 如果银行放大 现在变得比较谨慎的话 那么自住客的话 我现在如果要买房 其实就可以慢慢看 也不一定急着 马上就要买了 没错 原因很简单 因为高度投机客 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房市现在热的 老实说是预售屋 中古市场 因为已经没房子了 不如好好挑 挑到自己喜欢的 再来决定就可以了 前中总蔡英文 执政这八年的时间 台股从八千 多点涨到了两万 多点涨了1.6倍 我们要请教廷号 其实这段时间 外资是没有买台股的 为什么台股依然有底气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如果是以蔡政府时期 16年一路到24年 来看一下外资的实体动作 我们都很清楚 台北股是从八千点 涨到两万一千点 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第一任任期 蔡政府时期 几乎没涨 为什么呢 刚起涨的时候是八千点 2020年刚好又跌回八千点 但是你看这段时间 外资在2016年 曾经买入三千两百亿 到17年买了一千五百亿 结果18年全部又卖光了 19年买了两千亿 20年就开始卖了 21年又卖了四千五百亿 2022年卖了1.2兆 所以这两年回补 也不过就回补个三十千亿 如果以总累积来看的话 外资的总卖超 还是卖超的 1.46兆 外资卖了台北股市 1.46兆 台北股市是怎么从八千点 涨到两万一千点 第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台商的全面回流 也就是说 它基本上跟整个大环境 是有关的 我们看当时在2010年 马政府时期 台湾在历年 中国的投资占比 占总外部投资的比重 占比是高达八成 台商基本上能够投资的 都是集中在中国市场 可是过去十几年 是快速的向下滑落 一直到去年 只剩下一成一 2023年 到底我们投资哪些地区 投资占比特别高 高到中国的投资占比 只剩下一成 台积电的Arizona 它就占了台湾 一半对外的投资占比 都投资到美国市场当中了 它也意味着 随着18年美中贸易战开启以后 台商的资金显著回流 我们可以具体观察 在2022年 当时台商的回流金额 是高达1144亿 去年又创下历史新高 来到1500亿了 所以台北股市 为什么有这么显著的资金撑盘 第一个原因 就是台商回流 台商回流 它不取决于蔡政府本身的动作 它主要取决于 美中贸易战正在开打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束 第二件事情 这两年为什么上行趋势 又开始有所加强了 第一个台商回流 到现在还在持续当中 第二件事情 是国人投资理财的角度 开始有所趋势 过去我们讲说 台湾人最喜欢的资产是什么 有些人说是股票 有些人说是房地产 我说不是 大部分最喜欢的 每个人几乎都有的 是储蓄险 是保单 台湾人很爱买保险 对 但是这几年不一样 我们举例来说 收紧业的保费收入 在2018年是高达3.5兆 到2020年只剩下3.1兆 到23年剩下多少 2.1兆 过去5年 少好多 骤险业少赚了1.4兆 可是钱我就是赚到 那么多外汇 出口还是一样大好 我赚到那么多的工资 薪资 我没有拿去买保单 我也看到市场的解约 金额不断的创高 那就代表什么事情 把资金全部灌入到ETF当中 所以形成非常亮丽 股票市场的表现 基本上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 你看这张图表 是国泰人寿的保费 从当时 尤其是投资型保单 几乎是以三成到 两成的速度 快速的作减 那保费收入的减少 最后变成了 投信ETF收入的大增 所以金控底下 有人寿 有证券 有银行 保费虽然减少了 可是证券费 或者我们看到的 投信ETF的募集规模 反而因此而快速而激增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 所观察到 台北股市之所以 从8000点到现在 基本不必靠外资 那也说明什么事情 接下来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2万2 2万3 2万4 有很大的可能性 也不是靠外资的回补 只要台商继续回流 只要国人的理财思考 逐渐的转变 不买除血险买ETF 台北股市光靠内资 都足以让它持续创下 所以还有资金行情可以期待 没错 没错